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到什麼程度 但是可以一起參與奧運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回憶意 三妹妹有時候一直都把你當成是一個偶像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要來鼓勵他 我覺得就 其實我覺得 畢竟兄弟姐妹一定會比較 所以我覺得他會比較辛苦吧 就是心靈需要承受的壓力也不大 那我覺得也很 感謝他 他一直成為我心靈上的一個職員 他也都會在我比較低潮的時候 會給予我一個適當的鼓勵 那也覺得說 對 幸好我媽又是很美麗給我 昨天得獎的時候 很多網友看到說 喊說要原地結婚 還說要把你們送坐堆 您個人怎麼看呢 我怎麼看 我唯一的看法就是我女朋友 就是沒有想太多 但是因為我跟齊瑩本來就很好 所以也沒有 我是真的沒有想過為什麼 就是大家會覺得我們兩個好像要 要成為一個 要成為一個 它會成為一個 鍋盒 但我覺得 剛剛之前本來就像 關系本來就像情侶那樣 所以我覺得 大家這樣行動應該也很好 對 那你們在練習過程中有潮過架嗎 那後來是怎麼化解的 潮過架一定還是會有 但是可能就 因為前個性比較大大的嘛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以前我可能會比較偏 就是 我可能會覺得啊 他就那樣啊 沒差啊 後來我會 因為我覺得他的個性比較大 我就會很直接跟他講說 我覺得 那一個 不好我就會直接跟他講 可能要吵睡啊 像我昨天跟他講 我們比完賽 我過沒幾 我們好像開心沒幾句 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記得 不要大同 我們千萬不要認為我們怎麼了 我們就是維持初心 我們就是一個很平常的運動者 那這次 做了金牌可以拿到2000萬獎金 有想過這個錢要怎麼運用嗎 我還是想 因為我年初有個 也有個 大家想說 我還是想買房子給爸媽 就是 因為年初的時候還沒有達成 那我還是希望可以買 因為我們家雖然 我們家是買的 但是還是希望可以買 電梯塔樓給爸媽 希望進一份消息 希望能在我 有能力的時候 能夠為父母進一份消息 只要等到 假設將來他們不幸離開的時候 但我 我是有能力的 但是我卻沒有這麼做 對 爸爸媽媽聽到了 覺得怎麼樣 很感動 非常的 好 爸爸在旁邊喔 對 在你後面 之前有跟爸爸媽媽講過嗎 你這個買電梯大樓的 我有跟他們講過 我要買房子 但是 他們也不會催我 大概就是 他就覺得 我爸比較希望 我趕快出去 他覺得 男人就應該要 有擔當 也要獨立 對 嗯 爸爸有沒有想跟他說什麼呢 這個 這樣子聽不到嗎 等一下講 有 因為其實 我是台灣的驕傲興奮 我自己還沒有這樣的實感 但是就是覺得很 其實 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幸福吧 如果真的 因為我們昨天的表現 讓台灣人 被世界看到 我真的是覺得很幸運 因為 這件事情 我壓根還沒有想過 就是 真的 這麼大的幸運 降臨在我身上 對 但是台灣的縣長 他每一場幾乎都有看 都會給我 可能給我鼓勵這樣 那這金門縣長有說 要蓋一個禮 啊 不管你自己怎麼想 還有金酒耶 這個我倒 還沒有想過 如果真的看到的話 我才會覺得 哇真的假的 這是以我名字的命名 對 他是金酒的簽名秀 對 而且還有金酒要加碼贊助 甚至發行紀念酒 我覺得金酒還蠻帥的耶 我自己覺得 還蠻期待 我自己真的很蠻期待 因為畢竟 自己是金門人嘛 所以 可以 讓金酒 會自己出一個 經驗款的聯名酒 我覺得 真的是很不得要 一點自己覺得 你本身喜歡喝高粱嗎 爸爸說不能喝啤酒 所以要喝酒 喝高粱 但是我很少喝酒 說認真我很少喝酒 因為我覺得 喝酒是等退役之後 就你想怎麼喝怎麼喝 但是我覺得 希望還是希望可以做好選手 應該要的分分就是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媽媽我們想要跟李楊講 好嗎 那這應該也是得獎之後的那個 楊楊我是媽媽 恭喜你 這次表現非常優異喔 那我希望你以後的比賽 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把你長短的姿態 表現出來 就沒錯了 這一次真的很棒 好 你跟其林都很棒 好 謝謝媽 好不客氣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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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清一下金牌嗎 你可以咬一下金牌 我是青牌